疫情解封短午節連假 民眾紛紛湧進花蓮東大門夜市 放眼望去人潮是擠得水泄不通 儘管有的還是戴上口罩 但很多民眾都笑開 懷紛紛往自己心目中的愛店靠攏 滿多人的 對 開車就有感覺到了 從宜蘭開到這邊要開五個小時 超乎想像 每一家人都超多 每一家都要等四五十分鐘以上 現場客人來不玩 店家也忙翻 這次連假人潮 讓花蓮的店家們一掃過去陰霾 看炸彈蔥油餅炸得滋滋作響 吸引民眾大排長龍 甚至海產熱潮餐廳也都滿滿都是人 都是為了來花蓮度假吃美食 然而卻有民眾抱怨 他上網賞訂房 結果上午查詢的價格 跟下午竟然差了一千塊 質疑業者趁機漲價對此業者回應 這是浮動式價格 不應該有所謂的一個坐地起價的行為 針對這部分我們公會跟縣政府這邊 會緊密的來合作規限業者 能夠適當的提供一些優惠價格給民眾 端午連假花蓮好不容易迎來就為的人潮 儘管浮動式房價是業界常見的定價模式 價格會隨著訂房率的高低而有所增減 不過為了避免民眾誤解 公會號召業者發表安心油不漲價自清聲明 讓民眾放心油花蓮 記者劉己嬌江萬倫華聯報道